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覺得有鳥在我的嘴巴裡飛 老闆說請我吃 謝謝老闆 我們等一下一定要大力推廣一下 老闆請你們 不要吵吃 閃著說好吃 不好吃就不要推 今天大家來品嘗 饒河夜市的美食 這裡就是台北市第一個觀光夜市 像我很喜歡吃烤麻糬 還有臭豆腐那種酥炸酥炸的 那種又臭又香 還有藥燉 排骨 雞肉捲 還有什麼圓燒 就很像那個玉紙燒 但是它是做圓的 等一下來吃吃看 我平常就是那種少量多餐型 就是我吃一點點 我就可以一直吃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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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晚上宵夜都可以一直吃 那今天我就要來推薦 珍奶在饒河夜市必吃到五個美食 Go 饒河間夜市的布局 其實它在大門這邊有傳統的燈籠 像它在外面就有一些燈式的灶景 很有觀光的氣氛 也蠻有節慶的感覺 它其實兩邊的街邊 都會有一些固定式的商店 那它中間排就會有一些就是 小吃在擺在中間的攤位 那你就可以逛逛旁邊的店 突然覺得肚子餓了了 就可以在中間 享用自己想要吃的美食 而且它其實每一條都有通外面的路 像那一邊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通到那個內湖的彩虹橋 然後到最後還有一個持幼宮 所以如果在這裡你吃到覺得哇 吃了肚子太撐了 就可以去那邊彩虹橋 騎腳踏車 看看夜景 約會 是不是很讚 我們現在來吃看看第一攤 我第一個就蠻想吃那個臭豆腐耶 因為我現在很餓 就想吃鹹食 鳥蛋達人 欸我蠻喜歡吃鳥蛋的耶 不如我們先來一串鳥蛋怎麼樣 一串七顆 我覺得一串七顆的鳥蛋真的很難找 因為通常一串要碼就四顆要碼五顆 一串七顆 太讚了 老闆 我要一串原味鳥蛋 那個鳥蛋現在不知不知作響 看起來超好吃的 它這裡的醬都可以自己加對不對 老闆推薦是五味蒜蓉醬 我們就試試看老闆推薦的這個 我超愛吃鳥蛋的耶 七顆一串 喔真的很好吃 因為老闆剛說那個醬真的很獨特耶 就是特製的那個蒜蓉醬 然後再加上那個胡椒 我覺得真的是 味道融合的恰到好處 我現在覺得有鳥在我的嘴巴裡飛 完了 今天好像很多都沒開 本來是你想吃的 其實不一定可以吃得到 但就是我可能會看起來覺得好吃 我可能就會想要慢慢看 我現在看到魷魚大王 因為這奶本人是滿喜歡吃魷魚的 老闆 我們綜合口味就要吃 好 聽老闆推薦的綜合口味 沙茶加蒜頭加醬汁 老闆說請我吃耶 太好吃了 謝謝老闆 我們等一下要大力推廣一下 老闆其實你們 其實你們 不要好吃 喘著說好吃 不好吃就不要推了 哇 超香的 超香你看這個 滑跳跳的魷魚啦 滑跳跳的魷魚 好丟耶 就是你看我這樣 它真的是很Q彈的感覺 我現在馬上試試吃一口 嗯 那我吃超脆 有聽到那個脆脆的聲音嗎 嗯 老闆這個醬料真的很讚 很多的燙魷魚 它其實就是比較會不容易入味 但是這一家魷魚大王 它的魷魚是很入味的 這一家我真的覺得來饒河夜市 剛剛那個鳥蛋也必吃 這個我覺得也是必吃的 我的魷魚還沒吃完 馬上就到了我想吃的圓圓燒 有推薦的口味嗎 買起來跟原味比較多的點 那我一個原味好了 我從照片看起來是沒有那麼大 可能現場看到的圓圓燒超大耶 它跟我的手掌 它跟一個拳頭一樣大 我現在來試吃 嗯 很像放大版的章魚燒 有些夾層啊 你看就是豬肉啊 應該算是培根吧 裡面我剛剛還吃到一些玉米耶 你看 冒煙中的培根 因為超大 然後那個柴魚預熱 不就會開始串動嗎 然後我剛剛感覺到那個 柴魚串動的感覺 喜歡吃類似這種章魚燒啊 或是玉子燒那種 鹹鹹甜甜的 也很推薦這個圓圓燒 可以來吃吃看 嗯 對 我們吃了三家了 綠豆沙耶 想買綠豆沙 我想要那個綠豆沙牛奶 老闆你們綠豆沙的特色是什麼啊 我們是自己做的 我們不是在我們外面工廠的 自己做喔 你說綠豆自己種嗎 不是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們是就綠豆買回來 然後自己做 做成綠豆 哦 然後再做綠豆 不是機器做的綠豆啦 不是不是 是自己手工的綠豆這樣子 是 嗯 嗯 它是冰沙的耶 很清涼退火 而且它的甜度也適中 真的吃到裡面一顆一顆綠豆 真是真材實料 一定要來喝喔這一家 好喝 在饒河夜市呢 大家都很推薦的是 饒河夜市的第一攤 就剛從廟走進來第一攤 會有胡椒餅 你看現在大排長榮耶 這來之前吃過一次 是真的蠻好吃 它的皮是酥脆 然後也有Q度 然後裡面的肉是 真的是要炸出來那種 但是今天真的人太多了 今天珍奶就不吃 而且我前面吃好多 有點飽了 現在 珍奶帶你們來 浪漫 約會 聖地 Rainbow Ridge 彩虹橋 在那裡 哇 它現在四周都是 是藍色的燈 好像要走什麼星光大道 吃完夜市的時候 覺得很飽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來這裡 就是聊聊天啊 散散步 因為有一些夜市的附近 其實是沒有這種 漂亮的 就是河岸邊的夜景可以看 那老河夜市剛好 旁邊就有一個這個彩虹橋 晚上可以欣賞 河岸邊的夜景 我現在就有看到蠻多人 就是哇 涼涼的這樣騎著腳踏車 是不是很浪漫 男生真的要記得這個地方 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 老河夜市加彩虹橋 一個晚上的小旅遊哦 再來在球場上的時候啊 我會滿專心看投手 或者是打擊的那個姿勢跟樣子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要代表一下 拉拉最女孩 來實測一下 在我們這麼長時間的棒球環境工作下 能不能提升我們棒球的球技呢 GO 正來現在來到二樓的棒壘球區 那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熱身 所以我等一下 先來這個慢速兒童壘球 熱身一下 兒童壘球80速 我們先從這個來開始熱身 我要開始揮棒了 暖身 好可怕哦 這樣嗎 是這樣嗎 好難揮哦 這很難揮吧 有啦 插棒了一下 欸 我打到 有 我目前好像只揮到兩顆對不對 一個是插棒 一個有打出去這樣子 我已經 滿盛大汗的 太難了吧 我要重新調整一下狀態 先下二軍 好可哀哦 沒有 妳沒有多 好可愛哦 你有屁股好可愛哦 好啊 你之前幾歲嗎 七歲 那你為什麼打球 之前都要這樣屁股這樣牛架啊 直接加你打 三十千 三十千 可以交你的哦 那你可以再幫我們示範一次嗎 當然沒錢 沒辦法 你叫他們球放才有 是 好 我要牛屁股哦 有插到球了哦 有有有有